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游 现在是美东时间1月1号星期五 欢迎收看今天的每日播报 川普总统此前曾以应对新冠疫情为由 下令停发工作签证、绿卡等移民申请案 该行政令原定于年底到期 但日前白宫宣布 该禁令将延长至3月31号 此前川普在2020年4月下旬 以保障本土国民的就业机会为由 办令宣布暂停接受移民申请60天 随后在6月份又延长并扩大了这项行政命令 除了将时间延至年底之外 涉及范围也包括H1B、H2B、L1和部分J1等签证 由于禁令影响到高技术劳工 短期原义工及非农业季节性工人 而引发硅谷科技巨头和企业界的强烈反响 甚至还有组织对此提起诉讼 在去年10月份 美国商会等机构通过法律手段挑战禁令 获得联邦法院解禁了部分措施 从而允许企业恢复引入外国雇员 然而白宫再次宣布将禁令延长至3月底后 外界暂时还不清楚该措施的具体影响 另外据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报道 白宫在31号延长相关移民措施后 另一项移民政策也在联邦上诉法院得以通过 第九巡回上诉法院以2比1的票数裁定 行政部门可以要求新移民必须购买健康保险 外籍公民需证明自己 能在提交移民申请的30天内购买保险 以及有力支付医疗费用 对于该裁决 民间团体司法行动中心表示非常失望 质疑该措施仇视外来人口 希望拜登上任之后可以撤销这项命令 日前在威斯康辛州有一名医院的药剂师 因故意将疫苗从储藏的冰箱中取出 导致500剂疫苗变质而废弃 因此而遭到拘捕 这件事情发生在威斯康辛州 格拉夫顿的奥罗拉医疗中心 31号医院召开记者会 解释了事件的最新进展 在25号 这位药剂师从冰箱里取出了57瓶莫德纳疫苗 然而当晚他并没有将玻璃瓶放回冰箱 导致其中的大部分疫苗变质而被废弃 经过追查 起初在28号医院表示 这只是一个意外的不小心犯错 但事隔两天之后再次声明 表示涉案的药剂师已承认他是故意而为 因此这位药剂师已被医院解雇 但院方在声明中并未解释他的犯案动机 据悉该世界中的每瓶疫苗可注射10次 相当于570人的接种量 而莫德纳的疫苗储存需要保存在 摄氏2到8度之间 解冻之后最长可存放12小时 院方承认 原本这次损失的疫苗数量可以较少 但后来发现50多剂疫苗已经被解冻过两次 早已失去了效果 为此院方立刻通知了已接种这批疫苗的人 但同时强调他们没有生命危险 对于该事件 当地警方和FBI食药管理局已经介入调查 格拉夫顿警方31号宣布 已经以涉嫌辱莽危害他人安全 掺杂处方药 刑事破坏财产等罪名 拘捕了这位药剂师 并将他扣押在地方监狱 据估计 该事件中被损毁的疫苗 价值大约在8000到11000美元之间 至于该药剂师的作案动机 目前还在调查之中 但作为一名职业药剂师 他应该非常清楚 疫苗一旦离开了低温环境 就会失效 虽然注射了失效疫苗的人 不会有生命危险 但会导致他们错误地认为 自己已经获得了免疫保护 加州圣地亚哥的一名护士 本周接种了第一剂辉瑞疫苗 但一周之内却被确诊感染了新冠肺炎 对此专家认为 这种情况属于正常现象 因为这款疫苗需要注射两剂 才有十足的效果 31号 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指出 由于民众接种疫苗的速度比较缓慢 政府考虑暂不保留第二剂存量 让更多人先打第一剂疫苗 一般情况下 疫苗接种之后 都需要几周的时间才会发挥效果 因此专家们认为 接种了第一剂疫苗后被确诊 并不代表辉瑞疫苗无效 据加州当地的媒体报道 这位护士今年45岁 是在本月18号 接种了第一剂辉瑞疫苗 6天后开始出现轻微感染症状 包括胃寒 疲劳 肌肉酸痛 26号被检测出 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 另外类似的事情还发生在 肯塔基州的一位居民哈门身上 他接种了第一剂疫苗 几天后 新冠病毒检测也呈阳性反应 新年一史 纽约州出台的一些新法案 将开始实施 从1号开始 雇主需为员工提供 5到7天的代薪病假 全州最低时薪提高至14美元 没有EasyPass的车辆 新一年的过路费将上涨30% 加长轿车也需开始遵守全车系安全带的法案 纽约州长葛默于2020年3月底签署的2021财年预算案要求 全州几乎所有企业要为员工提供代薪病假 法案要求员工总数不超过4人 且年净收入低于100万美元的小型企业 因为员工提供每年至少5天的无薪病假 同时员工总数在5到99人 或不超过4位员工年净收入高于100万美元的中型企业 因为员工提供每年至少5天的代薪病假 员工总数不低于100人的大型企业 应为员工提供每年至少7天的代薪病假 而员工也可以利用病假照顾生病的家人 或解决家庭暴力问题 另外纽约州的工资调整已在12月31号实施 全州时薪从11.8美元调高至12.5美元 其中威彻斯特郡、苏福克郡和纳苏郡 最低工资则提高到了每小时14美元 而纽约市最低时薪依旧保持在15美元 另外对于出行的新规 从元代起 如果民众没有EasyPass 只通过邮件或网络单独支付过路费 费率将上涨30% 州外的EasyPass持有者将增长15% 在行车安全方面 葛默在去年8月签署法案 要求车内所有乘客都必须寄安全带 包括出租车乘客 从今年元代开始 家常轿车也将被纳入其中 只有巴士和紧急车辆的乘客可豁免 对于未遵守新规及安全带的 乘客和司机都将面临每人50美元的罚款 如果违规的乘客是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 司机将被罚100美元 并且驾照扣3分 此前我们曾报道过 联邦政府曾规定 对于政府向民众发放的纾困金 银行不得因拖切贷款等原因而扣除 但日前不同银行对于这个规定的处理方式 却出现了不同的情况 爱荷华州的一位失业民众班克表示 他作为一位母亲需要养育两个孩子 生活已经非常困难 目前只能通过透支 才可勉强支付租金和汽车保险 然而当他每次透支时 自己使用的信用卡单位 都会收取28元的手续费 目前他的账户已经积累了780元的付额 当他得知联邦政府将发放纾困金之后 马上打电话向银行查询 咨询银行是否可以免除自己的透支付额 避免纾困金一存入账户后便被扣走 但银行拒绝了他的要求 班克表示 他现在只好在网上变卖家当维持生计 据媒体报道 像班克这样的客户 能否动用纾困金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银行的决定 其中像美国银行 花旗集团 摩根大通和富国银行 此前已承诺过 为了使客户能够动用纾困金 会在未来一个月暂时免除客户的付额 以免纾困金入账后马上被扣除 但一个月之后将恢复账户的付额状态 与此同时 不少大型的地区银行也跟随采取这样的做法 其中包括53银行 PNC金融服务集团等 但是部分地区和社区银行的处理原则却不相同 据分析 此类银行所在的地区 竞争不太激烈 例如贫困社区和一些郊区 一般也就几家同行业者 一些小型银行表示 会按照客户的具体要求做出个别考虑 其中公民银行表示 由此意向的客户必须主动打电话给银行 并提出要求 银行才会把客户的付结余转变为零 但对于安和华州班科的案例 相关的信用卡单位拒绝评论个案 只表示银行会和客户合作 一同解决客户的难题 1号 世卫组织表示 至今为止 新冠病毒已出现四只变种 经初步研究显示 其中有些传染力更强 但不会引发更严重的症状 也不会改变现有的诊断方法 世卫组织表示 自疫情之初 就收到了数起不寻常的公共卫生世界的通报 原因可能和新冠病毒变种有关 世卫组织表示 先前通报的第614G突变病毒 以及近期通报的 在丹曼、英国和北尔兰、南非发现的变种病毒 引发各界的担忧 担心因病毒变化而造成更大影响 世卫指出 2020年1月底或2月初 发现一只SARS-CoV-2变种病毒 在编码极状蛋白的基因中 出现第614G突变 几个月来 这只突变病毒取代了最早在中国发现的 SARS-CoV-2病毒株 到2020年6月成为全球最普遍流行的病毒株 通过对人类呼吸道细胞和动物模型的研究发现 相比最早的病毒株 还有第614G变种的病毒株 更容易感染和传播 但不会引发更严重的病症 或改变现有的诊断、疗法、疫苗或防疫措施的有效性 2020年8月到9月 在丹曼的北日德兰地区 也发现了一只变种病毒 先是在养殖的水雕之间感染 之后也传染给了人类 丹曼当局称 这只变种病毒为Clustify 它结合了此前未曾发现的数种突变 丹曼已对此展开初步研究 有人担心 这只变种病毒可能造成人体中和病毒的能力减弱 这可能导致人体在自然感染病毒或接种疫苗后 产生的免疫保护力较小 且持续时间较短 目前对于这只病毒感染者 体内病毒综合能力的评估 研究还在进行中 截至目前 丹曼当局经过广泛调查和监控后 仅在2020年9月确认有12人感染了Clust5 但这只病毒似乎并未广泛传播 2020年12月14号 英国当局又向世卫通报了一只变种病毒 命名为SARS-CoV-2 VOC 2020-01 内涵23种核甘酸变异 从基因系谱来看 这只病毒和当时在英国流行的SARS-CoV-2病毒并无关联 目前还不知道这只病毒是如何产生 及源于何处 世卫表示 经过初步流行病学研究 模拟系普调查及临床观察 发现英国的这只变种病毒传染力更强 但初步分析也显示 根据患者住院天数和28天内的死亡率等标准来看 这只变种病毒和英国流通的 其他SARS-CoV-2病毒株相比 并不会令病况更严重 也不会出现重复感染不同病毒株的情况 世卫还指出 由于全球采用的聚合酶连锁反应COVID-9检测法 大多都锁定多重目标 因此这只变种病毒 预计对诊断力的影响不大 截至2020年12月30号为止 英国以外有31个国家或地区通报 发现了这只病毒 世卫表示2020年12月18号 南非当局也宣布 发现一只新的SARS-CoV-2变种病毒 命名为501YV2 且这只病毒正迅速在南非三个省蔓延 南非卫生当局是在11月16号开始的一周内 经例行程序发现一只SARS-CoV-2变种病毒 当时它已大致取代在另外几个省流行的 其他SARS-CoV-2病毒 经初步研究显示 501YV2会携载更高的病毒量 这可能意味着它的传播力更强 但还需进一步调查 此外 现阶段并无明显证据显示 这只新变种病毒会造成严重的病症 或更糟糕的后果 截至2020年12月30号 南非以外已有4个国家通报 发现了501YV2病毒 世卫表示SARS-CoV-2出现变种是可预期的 重要的是要继续密切观察 新变种病毒对公共卫生的影响 世卫称 变种病毒引发的任何传染力增强 都会让防疫变得更加艰难 而世卫目前建议的疾病管控效果 仍然有效 但也会根据疾病出现更多的变化 而随时加以调整 12月30号晚上 在挪威南部耶尔旅母市的一个村庄 发生大规模崩塌灾害 目前仍有至少10人不明下落 搜救单位出动无人机和搜救权 并派出直升机在空中搜寻 试图找到失踪者的下落 据媒体报道 这起事件发生在距离挪威首都奥斯路 约30公里的埃斯克村 有31栋住宅和9栋建筑物被毁 事件中有10人在刚开始崩塌时受伤 其中1人伤势严重 共900人撤离当地 据悉 埃斯克村一带以流年土地质而闻名 此前也曾发生过崩塌 从挪威掩土工程研究所提供的航拍画面可见 雪地正中央出现了一个超级大坑 有建筑物坠入坑中 另外还有好几栋建筑物悬在崖边 当局表示已在村外两公里处发现了新的不稳定地面 但不影响搜救任务的进行 警方专案小组负责人指出 他们希望能够找回活着的民众 但崩塌尚未停止 还有一些建筑正处于大坑边缘 报道指出灾区的黏土地层目前仍然非常不稳 加上气温只有摄氏零下一度 搜救队伍处于安全的考量 无法徒步进入 行动都由装备热感应摄影机的无人机和直升机进行 当局呼吁民众不要接近事发地 同时禁止半径一公里内释放新年烟火 1月1号 澳大利亚正式修改了国歌中的一句歌词 总理莫里森表示 此举旨在更好地承认澳洲原著民族 今天莫里森宣布 将国歌前进的澳大利亚中 第二句歌词 因我们年轻且自由 改为因我们一体且自由 莫里森在跨年当日向媒体表示 作为一个现代国家 澳大利亚也许相对年轻 但我国的故事和很多第一民族人民的故事一样悠久 我们理应承认且尊重他们的守护 将年轻且自由改为一体且自由 并未拿走什么 我认为反而是增加了很多 据悉 更改国歌词的提议 由新南威尔斯州州长贝雷吉克利安提出 他认为目前的歌词忽略了澳大利亚 骄傲的第一民族文化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美国疫情 截至2021年1月1号上午11点 全美确诊人数累计20349553例 累计死亡人数351047人 今天新增的确诊人数是220787例 死亡3149人 纽约州今天新增14443例 死亡70人 加州新增33902例 死亡573人 新泽西州今天的数据没有更新 休斯顿德州人民又放假了 数据也还是没有更新 芝加哥新增2725例 死亡34人 长岛纳苏郡新增1608例 死亡9人 长岛苏福克郡新增2017例 死亡13人 好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明天再见